繼續再來關心的是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 這趟訪路行程結束 今天就會反抵國門 不過現在他仍還沒有回到台灣 爭議卻已經在台灣先發酵 主要是因為這次連戰 在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連戰提出了十六真言 裡頭就提到 一個中國卻沒說要各自表述 讓台灣的總統府趕緊滅火 說馬總統沒有托付任何的特定政務 而且還把連戰這次的出訪定調為民間交流 看得出來國民黨對於連戰的言論 是才冷處理的態度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 這趟大陸行都和前後任 中共最高領導人打到照面 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聯席會上 提到了十六字真言 一個中國兩岸和平互利融合 振興中華 字字啃腔有力 但似乎和馬總統堅持的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論述差很大 府方緊急滅火 說馬總統沒有交付任何特定任務給連戰 連戰主張並非總統授權 黨中央也強調輔黨立場一致 國民黨跟馬總統的立場 向來非常的親熟一致 就是在中華民國外交下 維持台海兩岸不同不武的現況 那在一中各表 主要共識的基礎上呢 來促進兩岸的和平發展 不過連戰出訪前一天下午 還與總統會晤 兩人促悉長談內容不得而知 這回發言卻被府方劃清界限 但同黨同志則認為並沒有逾越 我相信連榮譽主席 他的講法跟馬總統的講法 應該是一致的 這裡面的所謂的一個中國 就是根據我們的憲法 指的就是中華民國 官方的意見就是總統府的意見 那總統府認為不適合談的話 那也許那就是連青年個人的一個意見 不過綠營卻不這麼看 連戰所講的一中是非常惡劣 現在連各表都拿掉 那馬英九的否認真的是毫無意義 整個的一個馬英九的態度 跟連戰的態度 基本上根本就是在唱雙簧 但是我們認為說 他們骨子裡面的含義 就是要一統的這樣子的一個意涵 已經越來越清楚了 兩岸政治話題敏感用字 潛詞學問多 一字之差就可能引發風波 連戰這趟旅程 雖然提出平衡對等有效的政治架構 但引發在野黨抨擊 台灣尊嚴倒退 國共新局還沒開展 恐怕就先燒出連馬矛盾